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來到非凡樂器開箱介紹影片第三部 這次要延續介紹 ROLAND FP30X 介面的後續功能操作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也可以幫我們訂閱起來 繼上一部講解了很多方弦鍵的功能後 我們終於可以來到音色上的講解 在Tone的下方我們可以看見三類的音色選擇 分別是Piano、E Piano還有Other 簡單來說就是鋼琴、電子鋼琴還有其他類別 我們可以看到在官方說明書當中就有整理以下的音色庫 鋼琴有12種音色,電鋼琴有20種 其他的氛圍有24種 在FP30當中擁有50幾種音色 按照左邊的鍵盤位置你就可以轉換使用你想要的音色 在還沒有選取音色之前 按壓通鍵給予的音色都是A0上面的音色 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三種預設的音色吧 按照片 Tone鍵還有疊音的功能 只要將兩個Tone鍵同時按壓 當中的音色就會同時開啟 疊音的音量也是可以調整的 按照說明書的方式你可以單獨調整鋼琴或者是其他樂器的音量 接下來是Splate 音色分割鍵 它這個按鍵的功能就是切個區塊分給其他的音色使用 預設是給你Other的音色 如果你想要轉換音色,長按Splate加上一個Tone鍵 你就可以轉換出其他的音色 Blade跟Tone同時按壓你也可以選擇音色庫裡面的音色 被分割開來的區塊是可以調整大小的 長按Splate,敲擊鍵盤上另一顆音 那顆音以下的位置就會是其他的音色 音色的部分講解完了,接下來是非常實用的設定 Naturnal,節拍器 在節拍器的這個區塊我們可以發現三個按鍵 有Meturnal, Fast, Slow 當你按下Meturnal的時候呢,節拍器就會開啟 這個時候你可以聽到4%一個重音 想要加快或放慢的話就是Slow鍵或者是Fest鍵 你可以運用Slow或Fest調整到你想要的速度 接下來是調整重音的位置 原始設定是4顆音一個重音 當你按下Meturnal加上Fest的時候 會變成5顆音一個重音 相反的如果你Meturnal加上Slow的話會減一個 如果你不想要任何重音的話可以使用Meturnal鍵加上Slow鍵 連點到最低的設定,那這樣子就不會有重音了 按照官方說明書上面,按住Meturnal鍵 挑起鍵盤,可以調整你想要的拍子數量 最多是7顆音一個重音 如果你覺得點擊SlowFest設定速度有點慢的話 這裡還有直接輸入速度的功能 鍵盤上已經有幫你寫好數字 當按完你想要的Tempo時,記得按下Enter 速度才會改變哦 如果覺得節拍器的聲音太大或太小 按住Meturnal鍵,加上C5或D5,是可以調整音量的 最後還有一個有趣的功能 當中除了正常的音效與電子琴的音效之外 還有日語跟英語耶 在最後就是音樂播放鍵跟錄音鍵 按下播放暫停鍵會自動播放內建音樂 內建也有30首好聽的音樂可以播放 在說明書中有目入可以選擇 如果你想要30總電鍵音樂持續播放的話呢 你可以按住播放鍵加最高音 接下來來說一下錄音鍵如何使用 按下錄音鍵就會開啟錄音功能 如果想要取消的話那就再按一次 當按下錄音鍵開始錄音時 需要彈奏才會完全啟動錄音 如果彈完錄好了 那就按一次播放鍵停止完成錄音 這個時候按播放鍵就可以聽聽看自己錄了什麼 如果想要存取自己的錄音 你可以插上USB隨身碟 並且長按方旋鍵加上播放鍵 當按鍵亮起時表示儲存已經完成囉 需要播放USB音樂的話 播放鍵加聲C7即可播放 C7是上一首 D7是下一首 以上的介紹是大多數使用者最常使用到的功能 在羅蘭的說明書當中還有一些進階的功能 如重點音演奏跟分鍵音演奏的八度音聲降調整 以及錄音時的預備拍 還有讓耳機跟內建喇叭同時有聲音的設定 有需要的話各位可以前往羅蘭官網下載中文使用說明書了解 下一集我們來教導大家如何操作APP 有任何問題歡迎留言去提問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囉